在財經大白話 雖然說這個股市表現不錯 但是現在卻傳出說 OPEC要同意明年減產 這個油價要上漲 是不是又會造成 全球經濟的波動 我們請教石中哥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這樣講 雖然說我們看到這幾年的 尤其過去這六個月來 這個油價大概是維持在每桶 50到60這是氫原油 另外布蘭特原油 也是55到65 也就是呈現一個穩定的局面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OPEC也說 我預計減產40% 希望把油價往上推 但是目前油價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中美貿易大戰 它其實壓抑了部分的貿易 貿易來說的話 很多是靠船隻 所以有受到影響 第二個 我們在節目上 一直講到 包括說新的能源車 它很多就不用到這個油 所以這兩個需求面的影響 就壓抑了這個油價 雖然說OPEC想要減產 但是我認為說短期之內 你要說讓油價 回到過去的百美元 或是再往上推 我覺得都有相當大的難度 所以為什麼今年的這個 以石油為相關的 像台塑四保 股價就表現得不好 雖然說緊接著第一季 是它的傳統的旺季 但是就目前來看的話 我還是仍然不看好 未來的這個一季的發展的情形 所以就看得出來說 這個油價的確是 可能會因為這個減產 回到一個正常的位置 因為現在需求面沒有那麼高 但是這個油金 其實他們是彼此會互相連動的 這個油價是不是也會帶動 金價的調整 我們請教一下阿格力 我們剛剛提到OPEC要減產 OPEC其實有14個會員國 包含了阿拉伯 俄羅斯 伊拉克這些世界很重要的產油國家 佔了全球產油大概七成 所以OPEC減產對於石油的上漲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幫助 那聊到石油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要不要投資 因為今年能源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都沒有什麼動 投資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今年如果不是很好 就是比較低的機器 那你明年好的機會 至少就是比較大一點 如果在台灣你要投資石油的話 因為一般節目的觀眾們 都是比較小單位的操作 我覺得可以參考 元大S&P石油這檔ETF 代號00642U 它的好處是我覺得交易方便 因為你如果只有一點點錢 那你想要去買一些期貨 一來有風險 那如果你又要投資海外的ETF 那個匯費可能就吃掉 你絕大多數的一個獲利了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S&P石油這檔標的 那它的保管費跟經理費 大概是1.15% 所以我覺得 這個比較適合短期投資 不適合長期去操作 因為你長期操作假設5年 那你每年1.1%左右 那5年就5%多了 投資你絕大多數有過利就被 轉折到的才做 就被吃掉 那我們提到石油上漲 那一定會帶動黃金 因為石油上漲代表通膨 那通膨也會影響到黃金的上漲 那我這邊列了三個 大家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然後去尋找適合你投資的標的 比方說第一個一樣是ETF 那原理一樣 這個黃金的ETF 比較適合短期投資 不適合長期操作 那在黃金存折跟台銀 這個現貨金的部分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 你想要真的有拿到黃金的人 有些人覺得說 我們買那個ETF 那個是最終期貨 好像沒有安全感 他比較需要 可以換成黃金的 如果是安全感的考量 我覺得黃金存折 對於長期投資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不用每年有那些管理費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 這相關的一些產品 所以在這個油價波動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這個黃金的投資 或者是一些金價價格的波動 而接下來下一段 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這個電動車 其實也是在這一波油價裡面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且這個國產車 以及這個進行